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 与错 而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 与错 不知你是否记得 我们都曾苦苦等待过 有过迷茫也曾有过困惑 因为那是年轻 不知道是对是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都疼苦苦思索过 多少心酸伴着多少失落 因为有过坎坷 才爱得这样执着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莫将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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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老爷子,大礼拜天的,也不让人睡个回笼教啊 老爷子,我在屋里一听到半潮体的声,就知道您老人家这病好了 老爷子,是不是要给咱们娶个大妈回来 你看,没啥没笑,没正性 那谈正经的,老爷子,家里娇哥有啥喜事啊 没啥,没啥 嘴都乐得合不上啊,没啥,没啥 老爷子,你可甭买我啊 咱们一个院子里住着,有什么能瞒得住大伙的 说,说 小梁啊,你待会儿呢,你把你晒的被子收拾 你肖哥的女朋友啊,今儿子要来家传开 什么什么什么 我肖哥有女朋友啊 闹了半天,合着不是老子娶大妈,而是儿子娶媳妇儿 不对 我肖哥前些日子去南方出差待着仨月刚回来嘛 他什么时候搞上对象的,我怎么不知道 小梁啊,按说这事呢,你应该知道啊 我应该知道 她女朋友是谁啊 就是那个,你们打小一块上学的那个,玉儿 玉儿 哦,就是打小,我们一块上小学 后来又和肖哥一块上了大学的,刚小玉 不是他是谁啊 怪不得 我肖哥对左邻右舍说和的那些对象,连眼都不带看的 合着心里早有主了 老爷子,肖哥他人呢 嘿,上早事儿去了 嘿,我说,老少爷们,大妈大嫂们,给你出来啊 哎呀,给你出来,出来,出来,说得你 哎,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向你们宣布 什么事儿 在院子里头啊 咱们院子里头啊,可有大喜事儿了 嘿,瞧瞧,看一下啊 走一走,站一站,咱来的白网子,去不深圳的,到我香港的 哎,大妈,您来一块,来怎么样,来这块,怎么样 新鲜的通脊肉啊,新鲜 行嘛,明明是后屯间,愣当通脊肉卖,也不怕把工商的给招来啊 呵呵,肖哥,这些日子没见,干嘛去了 哎,早上蒙了多少钱啊 哎呦,我蒙谁也不能蒙你杀猪的儿子啊 啊,给我切块肉 哎,你说,哪块 啊,这块,这块 行 怎么样 哎,我这给我剃了 好,把金头把脑子都给您剃了 这让咱是哥们呢 也甭腰啊 哎呀,你说,拿着拿着 该怎么办怎么办 不见啊 关闭 多给点啊 这头些日子见你们家动土夹盖房子 这大伙儿还纳闷呢 何止你们家要天丁进口啊 今天个呀,人家只是来家瞅瞅 啊,谈婚论嫁的,还没到时候呢 别瞧人家冯霄,平常不说话 那心眼里的主意啊,正着呢 没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敢把那闺女,领来见你这老公公 是啊 丑郎大哥,哪个医院是谁 我怎么没见过啊 哎,梁子,这儿没你事啊 小丫头骗子啊 大人的事儿,你少掺和 谁是小丫头骗子啊 我都十三岁了 我都十三了 我都十三岁了 十三怎么了 十三就该一门心思好好学习 将来啊,有出息上大学 知道吗 那你怎么不上大学啊 嘿,我说,你是哪户不开提哪户啊 学得好得成不成啊 还有,我这寿郎的大号是你叫的吗 待会儿人来了 看我不撕你的小嘴 怎么了 干嘛 夏哥 我们大伙儿正在院子里准备迎接新娘呢 是寿郎哥把大伙儿送屋子里啊 都是你 招呼出来的 爸 这儿怎么讲,你知道吗 怎么讲 这叫未来的新媳妇上门啊 我们要不把这院子石头的干干净净的 这能成吗 这不光是你自本的事儿 也是我们大家伙儿的事儿 说的是呀 你们说,对不对啊 对,对 这好机会 总得给你留个好印象吧 是这个点 寿郎和大家伙儿这么张了 也是好意 再说玉儿也不是啥外人 过去隔着几条胡同住口 也算街坊 大伙儿啊,让大家伙儿都见见 那个,时候不早了 你把手里的菜啊,回屋收拾出来 人也看到了 那,大伙儿就看着办吧 好 大家伙儿听我吩咐了啊 这院子石头出来以后啊 这身上也弄得干净一点儿 放心吧 我说老爷子啊 你踏踏实实回屋等着见人啊 剩下的事儿啊,我们都包了 别说了 你什么时候严格再娶回个大学生来啊 说的事啊 得得得,别说了啊 这是下辈子事儿咯 喂 是彭部长家吗 您是哪位 我,我是方小玉的母亲 方小玉的母亲 您好 我不光听东东说起过他这位女同学 我还见过呢 是吗 那庞东东在家吗 东东啊 他一大早就出去,还没回来呢 人没回来,也没来个电话 我们还等着他吃午饭呢 您也在找女儿 我想,会不会是东东和小玉两个人出去了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 不过,据我所知啊 你们东东今天要办一件大事 你们就等着高兴吧 对不起啊 冒昧打电话打扰了 对不起 再见了 再见 怎么了 东东 这位同学的母亲 刚才在电话里暗示 好像东东和他女儿一起出去了 还说东东在干什么大事儿 让我们等着为他高兴吧 什么大事儿 不知道 就你这儿子都工作了 连衣服都不会洗 还能做什么大事儿 我说呀 还是让他锻炼锻炼再说吧 老庞 你说东东会不会再和他那位女同学谈恋爱啊 谈恋爱 小布点你快看 那不是我们的大班长彭东东吗 是他 冯孟小因为受处分的事儿跟他连话都不说了 他来干什么 大班长 大班长 好久不见了 是你们呢 你们来了 咱们班终于成了一对 大班长听说了也是来道贺的 对不对 拿着 不出钱呢 就得出力 冯孝 快出了迎亲呢 快点 快来啦 快来啦 你看 快来啦 快来啦 你没来了 是啊 希克啊 是方小一打电话约我们来的 屋里请 屋里请 等一下 你看还有谁来了 你看 谁啊 外边那位 你还不打算进来啊 谁啊 彭东东 你 我估计啊 他这次是借机来向你讲和的 别让同学们在院里站着呀 九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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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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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班长 走啊 九屋吧 走 快 快 我估计啊 我估计啊 进去 进去 你学里做好 请你 请啊 你看 人家这有文化的人呐 办事就是不一样 见老公公 把同学都带来了 咱们院啊 好容易出了冯孝这么个大学生 你这寿梁啊 我看你就没职 就看私林的了 你们可别看我 我恐怕跟寿梁哥一样 得等下辈子喽 快救我一下 林的 我呀 门口接新娘子去 等着吧 我送下 干嘛 咱们也忙 走 走 小玉 哎呦 我可找不着你了 我还担心 你心一软 要跑到冯霄他们家去了 后来 我想你可能跑到这儿来想新事 还真让我给猜着了 早点把关系挑明了 省了冯霄不死心 妈 我的事儿 你以后能不能不管 我求求你了 我 我 我能不管吗 我 我 肯定很好喝 彭彭彭 你在那傻看什么呢 也是 大部长的儿子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的 惯了 林志 我可没有得罪你啊 好了 我去逃米了 在方小玉来之前 给你们多留点时间 好好讲和吧 哇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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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霄 我发现你挺能干的啊 这个什么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嘛 对 那么 工作还顺心吧 还行吧 巢子里虽然不太景气 倒也没有谁欺骑我这个夜生 说来惭愧 到现在 左邻又舍得 还不知道我是个没有文凭的大学生 包括我父亲 冯霄 我至今认为在那件事上 我这个当班长的 当时所做的一切并没有错 尽管你 当时和校外几个流氓打架 是为了方小玉 可是 打架终归是不对的 况且你把人家打得头破血流 人家家长都到学校里来了 你说 这影响多不好啊 凤孝 今天 我来是 我 东东 什么也别说了 今天你能来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高兴 真的 谢谢你 可 可是 好了 过去的事情 就让我们一笔勾销吧 让我们握握手 从今往后 我们还是好同学 好朋友 啊 凤孝 你 你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 我 怎么了 方小玉 他 他今天不能来了 什么 你说什么 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 他给你封信 你自己看吧 凤孝 我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尽管我亲口答应 要去你家看看 但是我终于还是没有勇气 以你女朋友的身份走进你家 跨进那座 从小我曾无数次跨进去过的院落 这样做会造成更大的误解 给你带来更大的伤害 从小 我是在离你们家不远的另一条胡同里长大的 而且至今我外婆还住在那条胡同里 也许正因为如此吧 我对那种四合院大杂院的生活 包括对你都存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但是这种情感并不意味着就是爱情 请原谅我的十月 我想从今往后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希望你也不要再来找我 二位讲的差多了吧 我说你们二位的官司打不清楚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行 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告诉我 凤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凤笑 你冷静一点 走 这下周围封信吵起来了 一封信哪 看他们同学之间的 哎呦 哎呦 怎么了 怪吓人呐 是啊 怎么啦 那个鱼儿 他不来了 不行 我找他去 冯霄 你干嘛呀 我是想向他忘了明白 为什么我们以后连面都不能见了 冯霄 你不用去找他了 我知道原因 这怎么说 我想 反正这是迟早的事了 我还是当着大家 把这事跟你说清楚 方小玉 她不能来真正的原因是 是因为我 是的 是我 你们大家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说实话 我也不敢相信 可是 我要当着你们大伙的面说 我 我爱方小玉 而且大学四年 我一直偷偷爱她 我今天 我今天就是来向你们大家 来宣布这件事的 我懂了 方小玉今天不能来 是你逼着她 这封断交信 也是你逼着她写的 不对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没有说 那就是 方小玉 她也爱我 她也爱你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方小玉 这是真的 本来这封信 是方小玉 交给她妈妈 让别人转交给你的 可是我考虑再三 还是背着方小玉 把这封信拿来了 亲自交给你 因为我觉得 这件事 还是我本人当面 跟你说清楚比较好 原来我这三个月 不在北京 你就趁机对她 对不对 方总 你 你 你卑鄙 方小 方小 你冷静点 你听我说 我们现在 都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 对不对 你爱她四年 你知道我爱了她 多少年吗 我相信我 我相信我会带给她 幸福的 你 方小 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就会希望 她得到幸福 恐怕你现在 一时难以接受 眼前的事实 你以后看到她幸福的话 你就会理解我的 你就会真正的 和我讲和 方东东 你当初在大学里 大报告处分了我 现在你又夺去了 我的女朋友 你还指望我和你讲和 理解你 我 我现在 我就有权都理解你 都不知道 东东 你这是怎么了 爸 妈 我去干了一件大事 你也这么说 我刚才还跟你爸商量 你干什么打架去了 你找人打架去了 也可以这么说吧 天哪 你怎么学会打架了呢 准确的说 我是去挨打了 爸 妈 你们为我高兴吧 你挨了打 还让我们为你高兴 东东 你不是发烧生病了吧 爸 你不会是给人打坏了吧 从今天起 我正式长大了 想当年 月儿他妈年轻的时候 在这一带 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那胡同里头 多少小伙子都为了他转 在这暗地里头 喜欢他的人中间 就有你爹我 咱家祖祖辈辈都是穷人 你爹 你爹人老实八交 文化又不够 人家凭什么喜欢你呢 月儿他妈 挑来挑去 还是找了个当官的家了 孩子 你爹不顾老脸 给你捣了这些陈芝麻烂骨子 是想让你明白 在这大京城里谈婚嫁搞对象 讲的是门当户对 孩子啊 吃饭吧 菜我已经热了三遍了 站住 干什么去 我去找方小燕 一定要问个明白 站住 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的话你没听见吗 你敢迈出这个大门一步 往后我就没一听儿子 你现在就给我保证 以后不再去找那个方小燕 爸 您这是 你现在给我跪下 你保证 以后你再去找他 大叔 你就不姓风 大叔 你那就是 你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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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尽管我 你不敢吃 你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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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去惹儿子这个错不就去 冯霄啊 冯霄啊 冯霄啊冯霄 人家戏着说得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真有志气 你别去找着你啊 你那个姓彭仲同学说得好 只有他才能叫冯霄于过上好日子 你能吗 就是把人家当个活仆子亲回来 但连个空的地方都没有啊 小哥 天底下的大姑娘有的是 非他方小玉不成吗 你别瞧着姓彭仲现在得意 不定哪天还栽在咱手里呢 没错 爸 儿子可以给你跪下 也可以答应你任何一件事 可我有这件事 我没法答应你 除非 除非你让我去死 哎呦 孩子 从今儿你那位男同学的来头 他跟那玉儿啊 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你去找他又有什么用啊 是呀 今儿哥 我可以不找他 明天后天 我也可以不找他 可是 只要他一天不嫁给那个彭彤彤 我就有权去找他 哎 不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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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 你打的 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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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快来 快来 就在这 来 小玉 就在这 东东 非你照吗 当然了 别动 来 别动 非你照吗 都照那么多了 小玉 这可是我父母之命 我爸和我妈结婚的时候 就来天安门照过相 这可是革命家庭的传统 可不能丢啊 好吧 这好啊 往那边 那边点 再来点 再往后 这 这儿 这儿 好 我说 那位同志啊 你能不能往后面让一让 怎么 我站在这儿 要爱你们北京人的观瞻是吧 哦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想麻烦你 给我们俩照张合影 您看行吗 对啊 哦 谢谢啊 谢谢 就算 我记点应得吧 哎 这都什么年代了 照相还拿本红宝书 跟老人家表忠心似的 哦 那 您帮我拿着吧 谢谢 谢谢啊 孤月烦心 你再看这本书 是啊 据我所知书中的男主人公 和你身边的这位男士 可没有任何相同之处啊 哦 哦 我没别的意思 我只是 想让你们 给我也照一张相 也算 还我个人情吧 行啊 没问题 来 好吧 站好 啊 哦 我们怎么才能把这张照片寄给您呢 怎么寄给您呢 有没有照片 倒不是主要的 重要的是 我也在天安门前 照过相了 那好 再见啊 谢谢你 走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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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漂亮 真的 很高興 小禺的就很漂亮 這是你鑽粉 你小蝦兒靈芝嗎 他在幹嘛 他有點事兒不來了 謝謝啊 看到了 看到了 我总算看到了 我总算看到你们说的那个玉儿了 真是漂亮 你真优美还漂亮呢 队长 什么呢 显示嗓门小怎么的 人家今儿那什么 你怎么知道 我刚才在路上买冰棍 正好看见婚礼的车队路过 第二辆车里坐的呀 就是上次来过咱们这儿那个姓彭的 他身边坐的自然就是玉儿了 头发盘得老高 还穿着白纱做的裙子呢 我的妈呀 有好几辆车呢 把路口都给堵死了 臭险辈 结个婚 把小半辣北京城都惊动了 有他好受的 怎么着 前天电视上还说了 开公车办私事要处理 好嘛 这不是顶峰作案嘛 哼 人家那个玉儿才叫一辈子接一次婚呢 再看看咱互动里那些姐姐们嫁人 简直就跟过家家一样 我要是将来能像玉儿一样 那就好了 嘿 越说越邪性了啊 小暖的瓜子一天到晚想什么呢 不好好学习 是不是你爸妈成天晚上上夜班 没工夫管你呢 斯林呐 哎呀 你这个瞎嚷嚷 你小哥在屋里都听了多难受 难受什么 大不了十年后 等我长大了嫁给他 反正我们班有好几个女同学 都偷偷的叫他咄摸 瞧瞧瞧 大婶啊 赶快抓空修理吧 这长大了 可不是咱省油的灯啊 就你这整天的不好好念书 你小哥将来能要你 哼 银子 哥谢谢你了 你们都听见了吗 他说谢谢我 就是等我的意思 先给你这小丫头 哎 小哥 小哥 你干嘛去 我去参加婚礼 老爷子临走的时候 不是不叫你去找方小玉了吗 我是答应过他 可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不能像我爹那样 我哪一辈子 哎 not 不 SAP 不 或者 不要 游反 不 于 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咱们的孩子是不是真的长大 像个男子汉 亲家母 待会儿在那个婚礼开始之前 你给亲朋好友们讲个话吧 不要不要 主角在台上 咱们在台下安安静静的 躺观众 心里头为孩子们祝福就行了 也好 彭东东方小玉 两位新人的婚礼 现在开始 风霄 你这是干什么呀 今天这是什么场合呢 知道不 你应该想清楚 听话 那一会儿再谈 好吧 看来 东东那天就是在这个人的圈套下长大的 他是冲我来的 必须撒下老太宝 你必须撒下 你不打托 你不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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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你 把你抬衣袖 就没有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把我们的那份友情也彻底毁了吗 彭东东 我祝贺你 冯香 谢谢你 打扰了 祝你们美满幸福 白头到老 你站住 你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听着 彭东东你要记住 今天 本来站在台上的应该是我 而不是你 也许 今天我冯香 确实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 踩在这红地毯上 但是你要记住 我不会就此认输的 我对谁发誓 彭东东 咱们十年以后 再见 自从开天皮的那时期 世上有男也有女 演绎出多少动人的故事 人间才会变得这样多彩全力 无论是潮起潮落 无论是何东和西 现在的女性都希望自己 承担自行 承担自行 老纸寻觅爱的真理 把心靈埋在心底 啊 是情情友情和愛情 把男人和女人連在一起 連在一起 把心靈埋在一起 把心靈埋在一起 把心靈埋在一起